二字试题是说鸡排妹收到一个撒金箔的月笔 他把金箔刮下来之后却因为风吹的关系 把金箔跟糖肥混在一块 他想用理化课本所教的方法把金箔跟糖粉分开 那如右图所示 他请问你我们的做法哪些是正确的 那么他这个图示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做 食盐跟木炭粉分离的所谓的溶解过滤法 不过当时我们要的是有溶解掉的盐巴 我们不要那个未溶解的木炭粉 那么对于鸡排妹而言 他应该要的是那个不溶解的金箔 而不是会溶解的糖粉 不过对于这一题而言这件事情并不重要 那么首先A选项是绿子失去一小角 要湿在尖端不对 我们是在边边感觉比较厚的地方 如果你湿在尖端就把底下打了一个洞 他就失去了过滤的用意 没办法直接流出来了 不会过滤了 所以A选项是错的 所以A选项呢是错的 是不对的 那么B选项 我们过滤后所得到的绿玉是纯物质错 我们的绿玉是糖水是糖加水 所以它是个混合物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C选项这是利用两个废点不同把它分离错 这是因为糖粉可溶 金箔不可溶 我们是利用溶解录的不同把它分开了 所以这也是错的 那么剩下的这个猪选项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交过的注意事项 我们说我们的漏斗井要贴紧烧杯壁 是要避免绿意见出 所以我们的猪选项呢是对的 所以我们第24题的答案呢要选择的是猪 过滤的时候 漏斗井要靠在烧杯的内壁 目的是为了避免绿意见起 看着要避免绿意见到 黄金简单